你认为年薪百万的关键是什么 我知道结婚以前都是月光景 年薪百万的月薪都不存钱 说实话我现在就处于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 他们的人生真是好有钱又好无聊 我们祝大家2023不被裁员 裁员工作 恭喜发财 哈喽大家好 没想到吧 我们回来了 再问快答 我们今天好久不见了 看一看您的价值观有所变化 看我们俩莫词 啊 我也要答过 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自己想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 我们先来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钱 你认为年薪百万的关键是什么 用一两个词来形容 找准赛道抱紧大腿 找准赛道抱紧大腿 很有道理 如果找准赛道和抱紧大腿二选一呢 抱紧大腿 抱紧大腿 OK 大家学掉了 学到年薪百万的观念 这可是周围的人都年薪百万的人啊 这是真话 通勤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之前是我切身面临的一个问题 一个远一点 但是更便宜一点 或者更大一点 同比之下 可能你住的离公司近一点 但是条件会差很多 甚至是需要跟别人合租的 我可能会省个后者 因为一般来说 公司会在一个城市的中心 你离公司近 以及离这个城市的中心近 其实你整个社交圈子 你的工作的氛围 和你能支配的时间 其实是差很远的 有很多人会自我欺骗 包括自己 住得远的话 你通勤 那你就上下班的时候 听听书啦 听听书啦 看看新闻啦 学学英文啦 不存在的 因为你早上六点半起床 改去通勤 就只想睡觉 或者你只想要刷 走音 刷 刷威脸 你不可能去干一些 还刷这种公司 这是高业 你不可能去做一些高效的事情 为了压缩通勤时间 而去在你的租房的成本上面 多加一点 或者是牺牲租房的居住的环境 在我看来是很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我随着二步入中年 我最近发现我睡眠变差 因为我现在会更愿意在睡眠相关的 这个家居上面花很多钱 如果睡某个酒店枕头非常好 我会专门去查试哪家 然后去买 就是我觉得这类家居还是值得投资的 也是影响你经历和心情 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投资和经历相关 还是比较值得 其实你想你省经历 某种程度也是在投资 能生钱 对 我觉得是这个概念 它是否是一个纯消费品 对 女孩子变美 我觉得也值得投资 是 对 一辈子的话 提一辈子的话 提一下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 是一个 对 我自己的教训 今天就不一定要存钱 就是特别是 你不像不存钱的人呢 你也不存钱 我知道结婚以前都是月光族 而且据我的观察 这个是我的小范围的样本里面 尤其是金勇的白领圈里面 基本上 基本上 年轻百万人的女性都不存钱 而且都在理财意识上 非常的缺乏 我说的是我自己 我觉得理财意识的培养 也是对自己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要讲 因为我不是开地步跑 也不是性别其实 比如说我的很多男性朋友 包括老公 其实在刚进职场的时候 就会想着怎么样去用钱 生出更多的钱 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天性 有一些关系 就跟我自己吧 我们经常会羞于用资源 去换取资源 比如说我跟你聊天 更多聊的是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琐碎的八卦等等 但是男生聊天 你观察一下就很不一样 大家都会问说 最近有什么新的投资来的 最近股市能不能追 能不能抄底了等等 就是我们女生 很少会去讨论这些事情 他们的人生真是好有钱 又好无聊 对 是的 其实我很少会去 请别人帮忙 就其实交换和信息的互换 也是一个 请别人帮忙的过程 那男生觉得没什么 你今天我帮你一个忙 你今天他帮我一个忙 这个关系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这是我通过很多观察 包括说我跟我老公相处 我学习到的一点 就是一些小事情 你不要羞于去找别人帮 包括一些小的信息 小的资源 不要羞于去跟别人交换 你的信息 不仅仅是理财这方面 包括你职业 包括你生活等等 包括你找男朋友 其实很多程度上 都是信息的互换 对啊对啊 非常同意 从存钱引申到 你要怎么管这个钱 我是非常建议 大家要把自己的 通知的一部分给存起来 然后你要想着 怎么样去投资它 有很多东西 你买也不买 到最后都差不多 对吧 因为这个时装会过时 包子会有点值的 这些都留不下来 但是你通过 储蓄投资理财 养成的这种习惯 对你中生都是一个 很大的帮助 非常好 同时你就会跟别人去聊 因为有很多人 女人之间关系 就是弱关系 就是没有content 所以说你怎么样去 建立一个强关系 其实本质上是 利益的交换 和信息的输送 这个说的很像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 不早 一点都不早 就大家聊嘛 你最近订投了一个 什么东西 换了钱了 你可以share一下 说到信息交换 我们讲一个 完全不那种的 就我这个头发 我不是很爱染发吗 然后跟你讲 我在深圳的这个理发师 就他们店技术又好 而且特别便宜 就正常人展这种头发 就是七八百 在深圳也算便宜了吧 要你一两千也正常了吧 我四百多 是不是想来 笨蛋 我想跟你们讲的是 我靠这头头发 给别人推荐我的理发店 至少把15个弱关系 变成了强关系 我有15个朋友 去过我的理发店 就是这是一个信息啊 那有这个信息 肮脏吗 当然不肮脏啊 但是你要跟人聊 其实你帮了别人 你推荐了这个特别好 别人因为理发 省了几百上千 他不感谢你吗 你下次想要是有个什么东西 问他一下 他会不回答你吗 这个一点都不往早 真的 可以一起找别人 对对对 这个看什么 理财我也想多补充一几句 之前也跟你说过 我会带粉丝玩那种财商的桌游 大家就很喜欢 而且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 绝大多数人的财商 就是几乎为零 你完全不晓得 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完全不晓得自己的弱点 然后像我们这种 我是经济系毕业的 人家都以为你学经济 你肯定懂吧 我不懂股票呀 我都不懂基金是什么 因为我不走投行 我们不是学这些的 我们学的是理论 所以我的对股票基金 这些出现了解 是我上课学的 就我专门买了付费课程 所以其实理财类的课程 我觉得稍微买一点 就几百块钱 几十块钱 也不是很贵呀 也算是一个对自己的投资 很重要 因为 它会改变你的生活态度 对 而且你会有这些想法 之后将来说 一个是你存钱 另一个是 比如说大家知道 这今年 大家基金都跌了 对吧 就很多人肯定是 接受不了的 第一就是跌还是可能会跌 这就是会发生的事 第二是 比如说出现什么 所谓的股债双杀 这些鬼东西 是怎么回事 你也可以问你周围懂的朋友 你懂这些 你可能因为这个 割肉不割肉的决定 那你可能就能 有几万块钱的区别 那这个你和你打工人 努努力力干一两年 可能是差不多的升值量 对吧 对 所以这个非常好的建议 我不是经验与教师 那你觉得 在整个的过程中 你最大的低谷期 是属于什么时候 你当时是怎么调整 这个形态 说实话 我现在就处于一个 比较低谷的 我觉得低谷期 不完全是因为 这个新工作单 更多的是说 环境太差了 今年对于新融业 特别是投资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每个人也都在 调整自我预期 每个人 如果你工作时间够长的话 你都会遇到重新 对 我觉得往好处想的话 在你头十年的时候 遇到一个周期 遇到一个低谷 其实不是一个坏事 对 你还有机会爬起来 没错 因为你知道 最坏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打个比方说 其实很多人 是没有经历过 金融危机 很多人没有经历过 失业潮 我们这代人 其实是第一次 遇到了 经济还会衰退 可能还有衰退的风险 其实这个是 前所未有的一个情况 哪怕是说 在08年09年 那时候 其实完全没有影响到中国的 对 而且那个波动 还是比较限于 金融权 现在是全范围 全球范围 全航天板 像我们现在说 我们的普通人 站在我们的角度 怎么样去度过这个低谷 我觉得首先第一 你要保证自己是温饱 保证自己还有一份工作 像我说的 每个人的工作能力 每一天都是爱接受 平安 等到低谷的时候 潮水退去了 知道谁在能力 所以工作能力的锻炼 其实是一个 预济月累的过程 对 这个事 我觉得此处应该切回我们 二一年的对话 我们当时就聊到这个话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其实是特别好的投资的时候 我当时就遇到到 我不说我一定遇到到今年 去年和哪年 怎样 但是难道你一百年 五十年也不会吗 不可能嘛 那可预见的五十年内 我们都还活着嘛 那他就会经历嘛 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 你因为一个风起 做一个高风险选择 你是否有承担 这个东西的能力 现在就是危机 比你想象的要早的到来了 你就相当于 被扔入了低谷起 你是否是裸泳 其实就是看你过去 在风起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穿衣服 对 如果你在风起的时候 你有穿十件衣服 现在推去了九件 你也不至于再裸泳啊 另外一个是心态 你在一个低谷的时候 去做一个反向的 这种逆流而上的游泳 是很难的事情 我也跟业界很多前辈去聊 因为他们都是 经过了很多的周期 他们也会建议说 先修身养性 就是说多陪陪家庭 也是经济两眼 结过婚 对啊 是的 然后一个市场好的情况下 顺风顺水 你是拼尽全力的 所以你可能忽视了 很多你的人际关系 包括你自己健康 我是意识到 我其实是很需要 关注个人的健康了 还有包括说你的家庭 还有包括你的父母 你长辈 你的亲自的导游 这些人际关系 都是需要你去维护的 就是你这段时间里面 能做到 去把你生命中 其他的支柱给管好 把那些能够让你 汲取能量的事情 那你在这个市场复苏的时候 才会以一个更好的面貌 去拼搏 太对了 所以 废应天使嘛 我们中文讲究的是 你什么时候 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不要逆流而上 不要逆视而为 我记得上次我们聊的时候 给你那个 那一批起的标题 叫随波逐流 我还是 还是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变 你看我非常自占 核心价值观没有变 挺好 新的一年 给大家一个好福气 祝大家2023 不被裁员 裁员滚滚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